有 没有那个感冒 又细又窄车道 机车骑士双手要抓稳 机车考照大魔王 直线加速7秒 没有多加练习 很难一次通过 进入了带转区 随时要注意地上的标线标示 机车考照新制上路之后 路考变得难了许多 但进入除了到机车驾训班 集间里站练习之外 考生还真的不知道 要去哪练习 基隆中正公园就有一处 山寨版的机车考照练习场 早年是热心民众用白漆化的 有直线平衡 斑马纹人行穿越线 岔路路口交叉路口 直角转弯铁路平交道 几乎把监理站的考场都搬过来 但最近地面期限已经脱落 事议员韩世玉自掏腰包 帮忙重新期会 我们的考试规则也越来越困难了 尤其在路考上面的话 的确是有需要这样的一个 合适的场地 让大家可以练习 因为在路上 或者是在其他公众的道路或马路 这对于练习者来说 是非常的危险 那世玉的经验是 以前的话我们这个练习的时候的话 那也是有道路上面 那的确第一次的车祸 就是贡献在东明路 山寨版的机车练习场 每天都会有新手来练习 假日人潮更多 这里环境安全 家长也看得到 不怕孩子在路上练习 发生车祸 这边 基隆市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是 所以这里比较方便 因为他没有驾照 所以原则上只有这个合法的地方而已 比较安心啊 对啊 有练习场会比较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可以让很多人练车啊 你有话才来学不用花钱 不然你要训练班 你要花好几千块 对不对 这里是有车在这里练啊 因为现在 異业季也来临了 那很多的学生的话 无论说放暑假或者是已经毕业要找工作 那其实都有需要一张驾照 那 市域是希望说我们在未来的话 那其实每个区都要有这样的场地 让大家可以练习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这边练习 那如果说各区都有的话 是不是相对于大家也可能不用从 欺读或者安乐呢 然后跑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来练习 暑假是七年考照忘记 市议员韩世玉未来将在市议会提案 在各区寻找适合地点 提供民众练习 让骑士先练习再到街景站考试 让新手驾驶吃了定心丸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